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是2022年10月2号星期天 农历9月初期 欢迎收看汕头新闻 以下是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近年来 城海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广东 视察汕头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 落实汕头市委 工业力士 产业强势总体部署 加快推动产业急剧发展 转型升级 打造新型工业化示范区 做好新时代桥的文章 活力新城 魅力桥乡建设 展现新气象 新成效 为汕头在新时代经济特区建设中迎头赶上 贡献城海力量 玩具创意产业是三星两特一大产业格局中 两大特色产业之一 也是城海区的支柱产业 如何破解瓶颈转型升级 是传统特色产业创新发展面临的新课题 对此 城海科创中心通过打造玩具产业技术 创新公共服务平台 培育自主知识产权IP和潮汕文化元素原创品牌 助力动漫玩具企业实现速度到质量 制造到创造 产品到品牌三个转变 城海区积极引导玩具创意产业 向数据化 智能化方向延伸拓展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目前 城海已成为国内玩具产业配套最完善 规模最大 创新能力最强 市场占有率最高的生产和贸易基地 致力打造超500亿元玩具创意产业集群 总书记要求我们在新时代经济特技建设中迎头赶上 这坚定了我们埋头苦干 争分夺秒的决心 市第12次党代会提出构建三星两特一大产业新格级 其中明确打造超500亿元玩具创意产业集群 我们全面深入分析玩具产业发展现状 研究提出推动玩具生产原区化 产品品牌化 制造智能化 贸易多元化的发展思路 推动玩具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以真创一流的心态 做大做强玩具创业产业 在推动特色产业发展的同时 城海区牢记嘱托 奋力建设移居一页一游的活力新城 绿色家园 魅力桥乡 幸福城海 为汕头在新时代经济特区建设中迎头改上 贡献城海力量 一是大抓基础实施项目 全力做好越东沉积铁路争地工作 配合推进站商铁路 散饶高速等轨道交通和高速路网建设 加快南澳联络线 煤坛大桥等重点交通基础实施项目建设 打通城际交通大动漫 二是大抓产业发展项目 全力配合推进六合产业园区建设 加快推动连南工业区 公改工 释放项目建设 稳步推进中科制股 玩具产业城 临海中小微企业创业园 二区通用厂房项目 旺洋中创城等现代产业园区项目建设 三是大抓民生服务项目 不断提升优质交易和医疗服务的供给能力 作为著名桥乡 红头船的故乡 两年来 陈海区发挥桥乡优势 深挖人文内涵 建设一批桥文化示范点 打造一批美丽桥村 推出一批桥文化作品 推动朝桥红文化有机融合发展 同时积极推动玩具 狮头鹅等特色产品走出去 彰显桥乡朝运的风貌和魅力 用桥乡发展的时效时迹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我们由衷期盼 党的二十大的胜利召开 我们陈海也有信心和决心 在党中央和省委 市委的坚强领导下 沿着党的二十大指引的正确方向 薄化的宏伟蓝图 感恩奋进 砥砺前行 在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增层上 展现新作为 做出新贡献 从公交车司机和热心市民相助灭火 到16岁女生一分钟扑灭电动车火情 再到初中生和商铺人员 合力将勾紧盖搬回原位 近期 我是好人好事 暖心善举接连发声 他们用凡人善举传递道德力量 温暖整座城市 为美丽的驼城又增添了一道文明的风景线 9月4号傍晚 一辆行驶在市区长平路的小汽车 突然冒烟起火 情况尽急 此时 第12路公交车正好行驶在后方 司机钟乙辉将公交车停好 立即拿起车上的灭火器 冲下车救火 不少热心市民也纷纷帮忙铺救 大约三分钟后 小汽车的明火被扑灭 事故未造成 人员伤亡 9月27号 在朝阳区同宇镇草南路 一辆货车从路上驶过后 将一个高井盖带飞 砸在路边 凤田初级中学学生赵燕奇 赵诺恩 赵西洋 三人见状 立即停车 想把井盖搬回去 却搬不动 附近一名店主走出来 先拿起路边的垃圾桶 放在沟井旁做警示 然后和马路对面过来的另一名男子一起 合力将井盖搬回原位 看到这个场面我就听了下来 我想把他们叫叫下来 然后三人一起把井盖搬到那个井上面 先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 我觉得每个人都需要伸出手去帮助 因为这段路是很多学生 很多人经过的路 如果不复原的话会存在危险 但是就是想 因为被井盖被掀开 然后我很怕就是造成不必要的杀害 学生想要搬 但是那个井盖挺重的 他们搬不动 然后我们就跟另外一个人把它盖好了 经过一番联系 昨天记者又找到另一名热心男子 他是36岁的彭文琴 平时在草南路另一家店铺打工 我跑过来给他帮一下 为了大家安全 第一 我这个是我愿意做的 虽然这件事情看起来很小 但是他们涌现出来的品质是难得可贵的 我们也号召每一位村民都向他们学习 9月26号晚上10点左右 在市区新错聊片区 一名女子骑的电动车自然起火 是驼滨职业技术学校 学生梁芷琦和朋友路过 发现情况后 马上跑到附近店铺借来灭火器 然后来到燃烧的车辆旁边 动作熟练 淡定自如的灭火 并将火势控制 整个过程近短短一分钟 就路过了 然后走过去一看是发现 是辆油车在那里烧 然后就赶紧跑到便利店 我就直接问他说 你这里有没有灭火器 那个时候很着急 也没有想那么多就直接去救火了 然后后面还有一点点小火苗 然后是一个陌生人叔叔 拿那个水浇掉的 我看到他这个灭火的视频 我觉得特别勇敢 觉得这个是很难得的 建议勇为的基础上也建议智伟 近日 市教育局团市委 市消防救援支队的工作人员 来到驼斌职业技术学校 向梁芷琪授予2022年度 山土市最美消防志愿者称号 市建议勇为基金会工作人员 也来到学校 对梁芷琪同学进行慰问 并表扬她的建议勇为和建议智伟 我们也希望通过他的试剂呢 能使大家明白掌握 消防安全技能的重要性 由此 拜托更多的人 主动地来学习消防 关注消防 并积极地参与到 消防志愿服务活动中来 新时期 不单要建议勇为 还要建议智伟 那么在确保自身安全 确保周边安全的情况下 用你的智慧 用你的能力 去做建议勇为的工作 那么时效更大 我们接下来还会开展小手 拉大手的活动 也就是说 我们会通过学生去教育 去向我们的家长宣传 那么希望我们更多的成年人 也能够承担这种呢 建议勇为建议智伟的 这么一种行为 今秋是收获的季节 我是收获满满的正能量 一桩接一桩的好人好事 被多家媒体转发转载 获得广泛点赞 这与我是持续深化 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是分不开的 近年来 我是通过加强道德实践 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 大理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融入人们的工作生活 同时 注重培育和选述道德模范 善头好人 新时代好少年等先进兼兴 充分发挥道德模范 在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榜样力量 让建贤私企 崇德上美的氛围愈发浓厚 让更多好人好事成为城市文明的风向标 勇敢地去面火 我感觉非常的佩服 很值得我学习 旧活的这个小女孩很勇敢 向这个小女孩学习 这是正能量的行为 整体的市民的数字都是有大的提升 学校这方面也越来越加强 我们的思想秉德教育 所以我们的学生会越来越主动 去做这些好人好事 希望说我们汕头的市民 以后都来重得善美 国庆假期 因疫情防控需要 我是倡导就地过节 很多市民纷纷响应号召 流善过节 不少人选择走出户外 畅想秋日风光 而刚通车不久的汕头海湾隧道 也带望了内海湾两岸的假日游 秋一渐农 在丹英生态园的白亩花海中 五彩缤纷的千日红 隔三花 万寿菊 凤尾机关花 向日葵等 竞相绽放 吸引不少游客 上花时 大家都自觉爱护花草 讲秩序 讲文明 记者了解到 不少市民游客 从中心城区北岸 通过隧道穿海而来 下乘车辆穿行隧道 跨过海湾 在这个国庆假期 成为美好的新体验 创业水道的感觉 就是也是很微妙 有一点特别的海味 然后都是一个新鲜的感受 第一次走水道的时候 感觉到新鲜很好 走水道过来的 这个水道很快的 平时要30分钟 现在15分钟就到了 位于南宾路的 潮山历史文化博览中心 也迎来不少市民游客 在潮博中心门口 市民游客按要求 出示72小时 核酸阴性证明 并扫码测温 有序排队进场 位于潮博中心南面的 潮山文化公园 也在国庆节前建成开放 小桥流水 平台楼队 书院园林 充满文化气息 成为不少国潮爱好者的 打卡地 我们想要过来尝试一下 顺便可以宣扬一下 潮山风格的这种建筑 通过那个海湾隧道 过来的 房间很好 景色也是很有美的 我从潮南两一来的 今天国庆 特地带几个孩子 去感受一下 那个海湾隧道 带他们去小公园逛一下 对啊 然后就特地逛过来 这边看一下 等一下还要去那个草博馆 国庆期间 确实风景区严格落实 疫情防控要求 在景区入口处 有工作人员检查 游客72小时 核酸阴性证明 以及健康码等 景区还采取限流措施 每天将游客人数控制在 6000人左右 保障安全 稍微是过来的 也是历史文化 比较浓郁的一家 一家从事嘛 是不是 国庆长叫呢 恰逢海湾隧道开通 那来确实风景区 游玩的游客 比平时增加了不少 国庆期间 小公园历史文化街区 张灯结彩 装扮一新 古朴的骑楼上 国旗迎风飘扬 大红灯笼 城牌挂起 将老城古运 与驼城朝位 完美融合 一派喜庆祥和的氛围 特别向往潮汕的文化嘛 所以特地来体验一下 在东海岸片区 东海岸公园 金湾公园 低顶观光路等地 人们上海景 吹海风 听涛声 尽享节日的休闲之乐 夏区出游 文明寄新中 记者发现 市民游客大都能守规矩 做好疫情防控措施 注意卫生保洁 基本做到 人走不留垃圾 汕透海湾隧道的开通 进一步拉近了 内海湾南北两岸的 时空距离 让中心城区南北联系 更加紧密 刚刚开通的海湾隧道 方便豪江群众到市区那边去玩 我也打算国庆期间 早一天体验一下海湾隧道 到北京灌一下中俄体 哇那太方便了 简直就是为我们开通的 路程它很近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缓解了这个交通的压力 那我们过来也精神了很多的时间 就是我们游玩的区域也变大很多 山头都见识 越来越像一个大花园一样 反正走出了家门 就是到处都是苗维花香的 那个绿树成荫 环境都很好 国庆假期前两天 我是各地景区景点 迎来客流高峰 交警部门加强景区景点 及相关路段巡查疏导 维持良好通行秩序 其中 南澳岛当天进岛车辆超过5000辆时 交警部门将实施临时交通管制 10月1号 南澳岛进岛车辆近1.6万辆次 初岛车辆约1万辆次 今年上午9点多 市区前往南澳岛方向的车辆 有序排队 进入南澳大桥西侧上桥处的 城海来湖临时停车场 民警志愿者在现场疏导 并劝导游客将车辆停在临时停车场 乘坐公家车前往南澳岛 先进入停车场那边 然后走那个单行道 一辆一辆车放过来 然后就这样 这样的好处是什么 这样好处就桥上没有那么多车 希望大家都要遵守那个交通规则 路面才能创通的行使 通过新媒体等方式 对交通流的实时情况 进行即时发布 根据这两天的车流情况 我们也相应做出工作调整 延长来美路往西影球 助导的车辆绿灯停留时间 确保不造成交通拥堵 主要停留的时间 就是进入临时停车场 排队的轮后时间比较长 进入停车场后 由于我们有一个引流的 引流分流的方式 所以15至20分钟 就可以进入吸引球入导 这两天 民警发现一些私家车驾乘人员 在南澳大桥上放慢车速拍照 为此交警部门在大桥沿途 设置多个喇叭 曾派铁骑沿途巡查劝导 确保大桥交通畅通有序 进导的车辆的游客 喜欢就是把这个车窗游下来 然后降低车速下来拍照 这种行为是比较危险的 而且还是对这个安全驾驶 这一方面的隐患还是比较大的 容易造成这个大面积的拥堵 还可能导致这个事故的发生 每个路段都有广播 不断的提示 这个游客禁止拍照 禁止遛头 有一些那些开摩托车的 再引导一下 都挺好的 大家都很辛苦 国庆较期 南澳岛实行南进北出 单向行驶交通管制 澳利隧道附近交叉路口 是进入县城的重要路口 交警部门在这里设置 交通管制卡口 前天后职守 指引输岛往来车辆 入岛车辆从这个 长山尾上来到这里 出岛的车辆在这里 通过收费站的南口 进入到北口左转 往南澳大桥方向行走 形成一个单线循环 此外 在南澳岛海滨路的核酸检测点附近 交警部门也增派警力 强化交通秩序疏导 提升市民游客的游玩体验感 交警部门提醒 国庆期间南澳 马雨小公园等热门景区景点的 人流车流大幅增加 市民游客可通过 FM107.2电台广播等 了解失实交通路况 避开车流高峰错峰出行 全景投注到接日期间 道路交通安全保障的工作当中 为人民群众平安出行 创造良好的道路交通环境 自9月28号通车至10月1号 短短4天 汕头海湾隧道通行 已近19万辆次 在海湾隧道南岸 车辆由北往南出隧道口之后 可通过虎头山隧道 往豪江主城区 也可经互通力交往南滨南路 潮人大道和确实大桥 针对车辆和车道较多的情况 今天 豪江区住建部门 调整优化南岸出入口 交通路牌 海湾隧道 它是一个按照一级公路 进行设计的 那么原先的标示标牌 它也是按照公路的标准 进行设计 它指向是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范围 比如说我们的达好岛 我们的河浦半岛 这样的一个概念 我们结合市民的需要 结合这个市政道路的要求 我们对这个 钥匙标牌进行了一个提升 那么现在的话 它是指向一个更具体的 比如说我们的 直接指向的 我们的南滨南路 确实大桥 让市民呢 在出隧道的时候 更清晰的 去找到自己的目的地 国庆期间 市文明办组织协调各区县文明办 和各相关单位 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志愿者们忙碌在一线 向市民游客传递汕头文明 与城市温度 随着汕头海湾隧道的通车 连接隧道北岸出口的 金沙天山路口车辆明显增多 志愿者放弃节假日 陪伴家人的时间 投入交通志愿服务 陈建伟在这个路口 当了六年交通志愿者 他希望市民能更加的文明出行 海湾隧道通车以后 就是有发现拐弯次 可能有个别那个飞机轮车 它就是把车停在这个邦马线位置 可能是会影响到 从海湾隧道要出来 往金沙东走转的车辆 飞机车车辆在等那个 恒绿灯的时候 就不能停在这个邦马线上 李宁不久前加入志愿服务队伍 他认为 每个交通参与者都应从自我做起 人人文明才能创造文明城市 我将尽绵薄之力 用言行来创定 创定文明创建的正能量 记者从汕头海湾隧道管控中心了解到 国庆假期第一天 经过隧道车辆达六万五千辆左右 车流高峰集中在下午两点到四点 和晚上七点到九点之间 车流量增大 也带来一些交通安全隐患 14点 出现了两起事故 一起抛锚 一起追尾 在这里要提醒大家 注意行车安全 注意保持车距 保持车速 在海湾隧道南岸出入口处 也有志愿者协助交警部门加强交通安全引导 叶小泉是汕头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 国庆假期他没有回老家惠州 用参与志愿服务的形式就地过节 看到了我们郝江团委发布的这个招募令 我也是第一时间参加了 为我们这个汕头的交通安全 做出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的话 感觉是非常的骄傲 作为我们交集部门 对这种无数奉献精神 也大力的张扬 我们在这里也请所有的市民 尊重志愿者的劳动成果 共同来入入我们汕头的交通环境 志愿者们真诚温暖的服务 是展示城市文明创建成果的一个窗口 在汕头火车站 新凤服务港增加了志愿者在港时间和人数 及时为有需要的旅客提供帮助 今天上午11点左右 志愿者就帮助一位就是身份证的旅客 补办了临时身份证 能够解决旅客的实际问题 我感到非常的开心 也特别的有成就感 幸亏有你们志愿者 但我过来办理 很快就办好了 然后很感谢 新凤服务港还配备了便民箱 轮椅 一次性防护口罩 面金纸等物品 为旅客提供服务咨询 爱心帮扶 医疗救助 事务招领等服务项目 非常方便 就是有问题的话 我就直接过来问 为服务的志愿者们点个赞 感觉这些志愿者都挺亲切和蔼的 就给我们这些提供帮助 我觉得是必须要给我们志愿者点个赞 汕头海湾隧道开通后 不少车主都向驾车体验一番穿海之旅 为保障通行安全 海湾隧道内禁止除皮卡车外的货车 以及摩托车 飞机动车和行人通行 隧道入口处设有醒目的进行标志牌 但这几天还是有车辆违法驶入隧道 9月30号晚上8点半左右 一辆两轮摩托车违法闯进行驶入海湾隧道 解报后 民警立即前往隧道出口将该车拦下 约一小时后 又有一辆从隧道北岸违法驶入隧道的摩托车 被直轻民警拦截 民警分别对两名驾驶员进行严肃批评教育 并依法对驾驶员进行处罚 9月29号下午5点多 一辆轻型乡市货车从金沙天山路口驶入海湾隧道 直轻民警在雷广大道与珠普路交界处将该货车拦下 民警对驾驶员进行严肃批评教育 并依法做出罚款200元即一分的处罚 昨天下午 记者在隧道南岸入口处看到 民警已设置卡口 指挥车辆有序进入隧道 并提前拦截劝退进行车辆驶入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环宇环球节目中心远方的家系列节目 行走海岸线汕头段将于10月3号 10月4号先期播出两集 今年3月份 央视远方的家设置组来善取景拍摄 深入金平 龙湖 豪江 城海 朝阳 南澳等地 记录汕头优美的自然风光和厚重的开布历史文化 探寻最地道的汕头美食 用镜头展现汕头的新发展 新变化 此次行走海岸线汕头段节目计划播出四集 10月3号 10月4号下午5点15分 在CCTV4先期播出的是 汕头 百载商部 百年桥乡 美丽乡村 看汕头 好 观众朋友 今天的汕头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请您关注汕头新闻微信公众号和汕头新闻视频号 感谢收看 祝您节日愉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